首先先歡迎各位來到9BAPP的Tag Day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主要是 我們怎麼面對雙11的海浪數據 然後因為主要其實我們公司的流量是非常大 那基本上我們平常遇到的場景 基本上都要分析到TP等級的數據 那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或是說講一下為什麼今天是我來講這個主題 那基本上我是在9BAPP負責A6相關的解決方案 然後再來的部分還有是我會分析公司內部各個服務的流量 所以基本上各個服務相依性或是流量之間我會相對比較清楚 那基本上我在過去服務過就是可以看到第三點的部分 就是第三點這邊 這邊 所以我之前在某個雲端廠商做過就是方向解決架構式 所以基本上我提過蠻多AW相關的Solution 還有尤其是LOG方面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會來講這個主題 OK 那題外話就是講一下我還有負責就是貢獻OpenSource專案 然後這個部分是用來做ALMARK服務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會貢獻的專案就是大家知道工程師可能要在雲端上先開發一些資源 可是你其實實際上需要就是在ALMARK開個帳號 然後甚至需要一些費用的部分 可是你有時候想要在你的筆電就做一些LOCAL的測試 你不需要直接跟你的雲端資源做一些相關性 然後再來一個是像是我的場景是我要測試SMS 可是SMS發送的話就會有費用的產生 那我不太可能就是直接拿工程帳號然後就開始測試 然後產生大量的費用 那我後來在網路上找過蠻多Solution 就是MARK一個SMS的服務 然後這個Solution其實 基本上 不只是MARK 就是SMS 它還MARK整個ADA的服務 就像大部分的 服務都有MARK 它叫MOTO 其實它就是 AWS的 就是Python的SDK叫BOTO 然後叫MOTO的話就是MARK BOTO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它當然也可以接接就是第三方 就比如說 你可能 MAYBE是用 C-TROP開發 或是其他TROP 就是其他 程式員開發 都可以用得到 那只是因為大家知道開設專案有個特性嘛 就是功能不一定完整 那功能不一定完整 就是在我測SMS的當中 就 遇到一些問題 它有些Bug跟AWS的 實際上的行為不太一樣 後來就 工程師嘛 就自己的 專案自己救 然後發現測試沒有辦法 正常 你就自己 提一個MARK直接 提到那個開設專案裡面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成為那個開設專案的貢獻者 就開始定期有貢獻 譬如說之後有 VPC Peering 點點點等等 我就開始貢獻 那這個主要是我 就大致介紹一下五部分 OK 好 那下一張看一下 那今天的agenda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影響答案 就是 簡介一下 就是大概什麼是LOG 對啊然後講一下情境是什麼 User story是什麼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面對的場景 或是我們一般話會面對到什麼場景 然後再來是講傳 就是我們通常定義完問題之後 會遇到一些挑戰 那 一般的狀況會遇到什麼挑戰 然後 我們公司又面對到什麼挑戰 然後再來 就是分析完挑戰跟 需求跟挑戰之後 我們會再聊一下 就是 到底我們有哪些solution 會比較一下 各個solution的優缺點 因為其實我們最後在 尤其是 根本是規劃完 一些solution之後 你要proposal 給我們的 可能是老闆或是主管 看 我們可能應該要提 什麼樣的solution 因為LOG分析是一個 非常大的提 就不是只有 就是可能特定一個team 通常LOG solution 是可能要 牽涉到整個 整個 RD team 甚至連 商業端都要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 要提出一個 比較完整的proposal 才能讓 就是主管或是 公司更上程 多接受 OK 他最後practice就是 講一下我們的 實踐是什麼 然後最後會summary 因為其實 就 簡報其實量有點多 最後他會幫助大家 做一個總結的部分 大概agenda會分成這幾個部分 好 好那 點介一下 我們想像中 LOG能解決什麼問題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一下 等於是 維運人員可以 即時了解 應用程式的 比如說我們 如果以工程的角度來 像 其實我們維運人員通常會 比較想要知道 HTP的Status Code 大家工程之課就直接看 200個請求的比率 如果太低的話 代表就是這個 AP Sung-In-Run 發生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會做 一些處理 那可能就 簡單來講 我們 就是 我們舉最簡單的例子 可能第90%我們會寄方信通知你 或甚至寄檢訊 這個蠻 常見的場景 然後開發人員或是維運人員也會利用LOG來除措 理想的話可能就是大家開發的時候可能 應用程度會出現 ERROR 可能我們原本在開發的時候沒有 做ERROR Handling 可能他噴錯了 可是其實應該 我們HANDLE 因為這蠻常見 因為ERROR實在太多種類 你可能在 一個開發周期 或是幾個開發周期 就把所有的ERROR Handling 或你本來沒有想到 可能不應該是ERROR 或你可能要做一些其他的 相關邏輯的考慮 這也是蠻常見的 然後再來是還有是 管理人員 管理人可能需要知道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需要知道商業狀況 其實像是 假設以我們公司的理想 我們可能會需要知道 客戶發簡訊的成功 數量跟失敗數量 因為大家知道簡訊 其實在台灣 其實費用是蠻高的 可能一封閉你 是3塊 或是4塊 甚至更貴 那當然 這部分我們替客戶發 當然要跟客戶charge 或是你接第三方服務 第三方服務也需要跟你charge 那可能 以公司的立場 大家要知道你發多少 然後成本是多少 這也是可能會需要的 然後再也是 管理人員 因為管理人員可能會需要知道 合規性 譬如說 就是講簡單的例子 可能我們後台的 假設好了 ERP系統 有誰登錄了什麼 然後修改了什麼 要知道 修改客戶知道的員工有誰 這也需要用LOG來記錄 就不太可能說 純粹 AP端來操作 OK 所以這基本上可能是比較 我們想像中的場景 就是LOG應該可以提供我們什麼樣的收入 就這個是比較general的idea OK 好 那常常現實都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 剛剛是理想嘛 就是很理想 就是系統都自動化 都幫你做很多事情 可是可能我們的狀況 可能會遇到這種 這種狀況 就委員人員要進去每一台機器分析LOG 這其實 蠻常見的 你可能就登進去 某一台Linus的機器 然後開始 Cat Grep 然後更進階一點 可能就開始 就是做一些Linus指令的操作 就開始進去每一台機器 然後開始分析 然後可能甚至進去TOP一下 看看機器的狀況 那開發人也要進去每一台機器可能 我這台機器可能特別奇怪 我就特別登進去那台機器 然後一樣就進去看 那個每台機器的狀況 然後看一下LOG 那一樣就是做我 類似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Linus 就我剛剛講的 那你是Windows 可能就是打開 看OK的家家 然後開始繁忙 或是看某個資料夾 就是這種 蠻常見 如果公司的規模沒有那麼大的話 可能 只有兩三台收入 其實這樣不一定會不好 就是 如果你如果機器很多 比如說 10台 20台 就開始這個狀況 就開始非常 OK 然後再來是 管理人其實通常都會需要知道系統狀況 就比如說 剛剛我講的 我們現在簡訊發送多少 然後 或是我們要怎麼收費 那通常他 當然不可能自己去查 他一定是叫開發人員 就是 你就是想辦法幫我分析出來 那 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的Solution 那你當然就只能登進去一台機器 然後開始做分析 那 有時候 我們在 集合的日子 日子到了時候 可能管理人又需要 誒我的系統到底有沒有符合規性 然後到底有誰做什麼修改 那其實 一樣的狀況就是 我們會需要登進去每一台機器來做分析 就是如果說 沒有一個完整的Solution 大概就會長得像這樣 就是基本來講就是開發者 或是使用者在這邊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機器 那基本上你就是直接 Asses它 然後開始做一些操作 那如果你有N台進去就要進N台 然後你如果不想在這機器操作 可能它是Program的機器 你就要把它抓下來 然後 在你的筆電上 或是磨台 另外的社會在整理 所以你就要開始做分析 之類的 就是 如果是常見的場景 大概會這樣子 OK 那基本上你就會開始 就是開發者或是 委員的人就開始暴力 就是這個實在有過浪費時間 因為 不太可能說你限時的工作場景 一直 持續這個LOOK 就你登記機器 然後再分析 登記機器 再分析 這個是當然不會這樣做 所以 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做一個一個下載 然後才做分析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拆解一下需求 就是 基本上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的 情境的部分 大概 主要會有幾種狀況 就是 委員的人他需要 即時了解 因為你可能 你http status code 可能已經200天低於 99 其實甚至不是90% 你低於99% 你就開始 覺得 有嚴重性開始產生 可能你的 App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是你的CPU開始排 你需要一個指標來做監控 所以這種東西是需要即時性的 基本上它最小盡量 要在1分鐘左右 或1到2分鐘左右 你就要有反應 如果 你們 公司的系統要求 SLM高的話 那基本上會 非常需要 做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場景 是 其實 沒有那麼緊急 因為開發人員debug 開發人員debug 其實不需要說 一分鐘debug然後就馬上跳出來 因為你可能 在開發過程中 你只是要 進去看一下LOG 那雖然不用到那麼即時 不用到那麼即時 需要有指標來監控 可是你可能還是需要 增加你的效率 因為你可能想說我 開發除錯的時候 出了一個Aero 你就開始進去 開始除錯 那希望可能 最好到 1到2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做一些 就是Aero handling 你就可以在你的 某個branch裡面 開始做一些開發 這個是另外一個場景 OK 那再來還有 就是這種場景 就是像是管理人員或 需要知道 就是商業中後爆表 其實通常來講 這種爆表性質的東西 不太需要說 那麼即時 你不太需要說 你馬上 就可以知道 就 你過15分鐘之後 再跟老闆講 跟你馬上跟老闆講 但老闆會比較開心 就是你可能1分鐘 跟老闆講 15分鐘後跟老闆講 你怎麼可以那麼快 可是實際上 我們不太需要 投入太多 就即時性的 資源在這裡面 所以可能接受的 時間就 可能可以超過15分鐘 然後再來是 合規性 因為機核通常 也不會說要馬上 就可以知道狀況 因為你在機核的時候 通常 通常一般你遇到 什麼 ISO機核 或是 各種 集合 它通常是 一天或是多天的 集合 所以你其實基本上 不需要 馬上說 你1分鐘就找出來 就不太需要 因為機核人員 不太可能這樣逼你 所以就像這兩個狀況就相對來沒有那麼即時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個簡單的summary 其實簡單的summary其實 這個部分的角色只是 以我們一些場景來設計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替換 就比如說你要即時調整狀況 你其實需要 有指標 你若是微運人員 然後你需要 有 指標來 就是示警你 因為你需要 通知你 那你可能就需要 做 那在你開發人員 其實通常開發人員在做debuy的時候 不太需要有即時的指標 你的Aero可能 基本上你在 開發的過程中 你不太需要 跳一個告警就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基本上就只用 就是在時間內 可能你不需要告警的功能 那管理人員的話其實也一樣 就是超過15分鐘 或小於24個小時內 可以知道狀況就好 就你的log的東西 可以不用那麼即時 大概可以分成這四個東西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用那個表格 我們可以再反推一下 我們商量一下 我們其實 我們關注的東西是 需不需要 警示跟指標的功能 然後還有需要的即時性 還要用搜尋 那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因為我們根據商業情境 要做 相對的IT solution 因為我們的資源 不是 無限的 那你不會 你不會拿 即時性的指標 跟那種可能 殘很久 就殘很久才需要出來的報表 來比較你投入IT成本 你不會拿大套打小鳥 就你可能 老闆等了一天之後 再拿大套的報表 跟你的線上 馬上出trouble 那你需要投入的資源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不管是 人力成本 或是 雲端資源成本的部分 在即時性 跟警示功能的部分 都需要去思考一下 尤其是現在 大部分的解決方案 都會朝這個 Solution 看齊 就是你的即時性 跟需不需要指標的部分 OK 好 所以其實基本 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有類似需要規劃的部分 其實可以 照這個東西 去代入 其實根據 使用角色 然後應用場景 是不是需要 警示指標的功能 然後還有即時性 可以代入 那通常來講 就可以找到 對應的 Solution 因為其實雲端 是蠻多Solution 可以參考的 那 那 可能你可能是管理的人 可能你可能 也需要即時性非常高 那也需要告警 比如說你在公司 資金短缺的狀況 要馬上知道 客戶的余約狀況 可能你這時候就變成 即時性非常高 你就需要有告警 這只是 剛剛前面的例子 只是舉例來 讓大家知道 那實際上 各位可以 參考這個表格 把自己的 應用場景 帶入 各自的 狀況 OK 這是初步拆解的狀況 好 那 講完 Introduction 的部分 我們可以 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的 的挑戰什麼 那我這邊會先講一下 一般我們會遇到的挑戰 那一般我們遇到的挑戰 通常會分成 這幾項 就這五大項 一般是組織 因為 組織結構會 定義你怎麼分析LOG 然後再來還有是預算 因為通常 但大家講說 錢不是萬能 可是你沒有錢 你基本上就沒辦法兜出一個 就是LOG分析的Solution 然後再來是技術組合 技術組合 其實有技術 其實就有債 尤其在一間可能 5到6年以上公司 你的技術可能有一些 債務 所以你可能沒辦法 馬上導入LOG的Solution 然後再來是 文運跟開發 你有越多元件要維護 就越累 因為你需要維護一個LOG Solution 你需要投入人力 去 才能讓其他 其他Developer 可以跟著一起開發 然後還有使用機制 那這邊我會講一下 一些細節 因為其實LOG需要 要訂滿多東西的 大家可以聊一下 就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這部分 講一下組織 那其實我 就只能說 政治正確 是最重要的事 我原本覺得不是 可是我 現在覺得 好像 我錯了 因為其實 通常的狀況是 我們會需要 跟開發團隊跟火焰團結溝通 那 有一個狀況是 老闆不喜歡 把Adrian裝在社會上 那所以就有一個問題產生 那你是要怎麼收LOG 你不裝Adrian在上面 那你不會登進去 看嗎 就是我剛剛講的狀況 就是 我不喜歡Adrian在哪 所以你給我登到媒體機器上去看 然後再來是還有一個狀況 是 就是 懶 其實就是懶 或是 其實正確來講 就是我們有更有價值的事情 可以去做 所以 我們沒辦法用 某個LOG Solution 或是我們沒有花時間去 準備某個LOG Solution 跟導入 這大概是比較常見的狀況 然後再來還有 預算的部分 因為其實LOG Solution 其實通常來講 其實 大家可能會忽略它的成本 可是其實 以 Solution來講 是需要跟 財務或是財購 說我們要怎麼規劃預算 假如說你的公司明天要 決定年度預算 然後你說你想 起一個LOG的project 要花大錢 可是 基本上財務可能就是說 我們預算已經省完了 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 就去 就是 讓你起一個project 或是他財務跟採購根本不知道我們 你要幹嘛 如果LOG是什麼 他不知道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拒絕採購 這也是會遇到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 技術組合 因為技術組合通常 我們看 技術組合就是 TechStack 然後通常會變技術在 然後再來狀況是 因為很多公司 我們通常會 只關心商業邏輯 因為畢竟是公司的收入來源 那LOG 我不在乎 就我完全沒有管他 所以會有幾個狀況 就是我們根本沒有LOG系統 或是 舊的系統 難以整合到 現代化的 LOG系統 蠻常見的 就是可能你的 作業系統太舊 或是不太適合 裝Ager 之類的狀況 都會產生 好那再來是微運複雜度的部分 就是你剛講的越多元件增加之後 你的 的維護就越多 因為你就要花越多的微運 然後再來是開發複雜度 你怎麼樣收集 就有一個 LOG 你可能原本 用某個方式 把LOG 就是寫出來 可是其實現有的機制 其實不符合你的 希望 所以你需要再花額外的時間 開發 你中間要電層 Parser 再把一些資料做轉換 可能原本 Format 大家在雲端的部分 可能比較喜歡用Json 可是原本寫出來的是一個 Planetax 那你可能就需要 寫一層Parser去做轉換 或是簡單一點 就算裝了Ager 你可能還要做 墊一層Config上去 你其實就要花時間 維護那層Config 簡單來講 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好 那 講一下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 就是我剛講的 使用機制 那第一個就是LOG種類 我們要收什麼東西 像是有 OS Level的 比如說CPU memory Network I.O 這種比較基本的 那當然還有Application層的 比如說像是你的 Web server的 SS log IIS 然後 Apache Engines 等等 或是我們自己 AP寫出來的Log 然後再來還有 就是Log的格式 Log的格式叫什麼 就是有人會喜歡Planetax 因為它有Mabby儲存 來講 以儲存來講 比較有效率 可是以 有人又學 Geson比較好 因為Geson搜尋 比較方便 那這部分都是需要 定義跟討論的 因為 就是工程師 其實通常 會有 爭議的地方 通常都不是 演算法 或是摩登 因為演算法上有一個 相論量 比較最佳節 那通常是 這種選擇上的問題 會需要討論 那再來還有 裡面有什麼欄位 這個也是需要討論 裡面要有 Timestep 通常是要啦 可是有的工程師可能覺得 我們不需要Timestep 我們只需要什麼東西 這也是 會自己的問題 然後Log Label是什麼 你可能會有 Critical Error Warning 你要怎麼定這些Label 怎樣才能反映出 你的AP的狀況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還有是 Log的生命中心 你在你的 Circle要怎麼Rotate 然後你之後 存到一個 某個地方 你要怎麼Rotate 這都關乎到公司的政策 你需要怎麼Rotate Log 有分好幾個層次 然後再來是 存在哪裡 你要存在那些3 存在 CloudWatch 或是用Google的 Cloud Login 就都會有這個狀況 你要存在哪裡 然後怎麼存 你可能是 存在那些3的話 你就是直接存一個 Plantax 你是直接存一個 Gleap嗎 這些都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 在做整個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考量這個事情 怎樣才是對自己公司 最好的解法 因為不是有 百分之百的正解 因為格式上 或是定義上 其實搞不好 可能 公司有一個 既有的文化 譬如說 你 導了一個 Maybe 最佳化的格式 或者是 Pakway加 Snappy 在 BigData來講 非常好分析 可是 以一般開發 AP的工程師 他根本不知道 這個是要你分析 他居然就只會 點進去 看 Gleap的 絕賞 相偶然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要看 適用場景 然後最後就是 怎麼分析 就是 Maybe 你要做 分析的時候 你是用 AWS的 Cna 或是用Google Bitquery 或是用 這些都是需要選擇 跟考量 大概會有 這些機制上面的考量 這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我們可能會考量這些東西 好 那講一下 我們公司 91App的 challenge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大概 比較 大的 concent 是因為我們大概有 300 至少有300台以上的 VM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 有 Kaballax上的 Wallload 然後再來有 40個以上的 服務 那 我們的效能考量 也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搜尋 跟統計 那基本上 至少 要能搜尋 1TB以上的儲據 然後再來還有 權限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Log 不應該是誰都能查 不是一個就是 外面可能 就是PM 或是誰 來決定來可以查的部分 就是誰可以查 OK 然後再來是要降低成本 理想上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希望在 1塊錢 每金每GB以內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控制成本 的部分 OK 那大概我們會有這些 Tallenge OK 好 那再來講一下 我們的Tallenge之後 我們就比較一下 Solution的部分 好 那Solution的部分 我們通常 就會看一下 這幾個點 OK 那通常我們都會 Log 都會有一個 Producer 就是 Asian的部分 就是把你的 Log 把它從你的 App Server 收集到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會有 Consumer 因為你的Log 收集完之後 會需要做 下一階段的轉換 你可能 Maybe是直接 收過去 可是你可能還是會 做一些加工 這也是會有的 然後再來是 Storage的部分 因為Storage就是要存你的Log 然後再來還有 Log的分析工具 然後最後當然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成本 因為其實上述都是比較偏 技術解 就是都有各種技術可以解 可是成本來講 對管理階層來講 是非常重要 大概會有這幾個部分 好 那舉幾個例子好了 就是Log的Agent 其實有幾個example 像是 比較有名的就是 Apache的 Fluentd 或是像是 Fluentbit 然後再來有 Clouch agent 然後還有 Kinesis agent 那可以簡單評價一下 最上面的Fluentd 它其實歷史蠻悠久的 它已經run了蠻久 但是它實際上 有一些效能上的問題 那Fluentbit相對來比較好 可是它的支援度相對來講 沒有Fluentd那麼高 因為Fluentd歷史蠻悠久 所以有蠻多社群的 那Fluentbit的部分 它相對來它比較 在起步階段 它是CNCF的專案 所以它的 Plugin相對來比較少 然後Clown agent跟 Condest agent其實就是 Apache官方出的東西 那 就算效能都還算OK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Agent就會有這些選項 OK OK 好 那再講一下各個Log Road的Example Example的話 譬如說像是Clubwatch Log 它其實就是 一個component Clubwatch Log就是 AW上面一個服務 用來專門收集Log的部分 就簡介一下 那其實它就擔任了 Consumer 就把Log收進去 然後儲存的部分也是它 然後分析工具也是它 因為它Clubwatch Log 在2017還是2018年 有出一個新的服務 是叫Clubwatch Insight 然後可以做一些Log的分析 那基本上它就包含了所有的服務 然後再來是Google的Club Login 它居然會擔任Consumer跟Storage的角色 還有再來是像FrontD 它就純粹擔任Consumer的角色 然後還有一個Search 它就用一次擔任 這應該大家蠻常見的 它擔任Storage跟分析的部分 OK那大概會有這幾個角色 好那我簡單把這些角色 兜起來可能 畫一張架構輪盤 大家比較清楚 那我簡單講一下 我們比較常見的 Case應該都是 Push Mode Push Mode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你的 Instance 就是你剛看到一堆Server 它上面都會裝一個Agent 然後把Log Push到一個Consumer上去 Consumer可能做一些轉換 之後Log再送到Storage Storage最後再把 利用那個 分析工具 你可能 就去查裡面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給使用者可以看到 一個可能視覺化的爆表 或是 Maybe一個table 大概比較general的狀況 就這樣 那這樣的Push Mode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的Log分散到不同的機器上 所以其實你可能 你的Consumer也可以跟著分散 所以相對來講 你的ConsumerHLA比較好做 再來是市面上的Solution 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你的Consumer通常都是 Maybe是雲端的服務 Maybe你可能用Search 只是你是脫管的 或是你用CloudWatch Log 或是剛剛我講的 就是 Cloud Login 這些都是 那缺點的話 就是其實你的 producer 你的AP中的這個agent 其實都會有 CPU的消耗 然後再來是 大量部署的時候 你要避免 其中一台 Instance的 agent掛掉 你可能就需要監控 agent的狀況 大概會有同一種狀況 那其實還會有另外一個mode 就是 Pull Mode Pull Mode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常見 可是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有用過K8S的話 其實Pull Mode 就類似 Pull Mode的架構 你就用Local可能會開一個 Exporter 可能開一個接口 讓Consumer去搜它 你去 Maybe你 簡單來講 純一點好 我們 舉最簡單的例子 可能是 SFTP 然後這邊是一台機器 那你定期去 把某個地方 LOG收過來 那這個問題 就會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 它其實 你的Consumer 就要想辦法 做HA 或是你的 你的機器的話 就 你要知道每一台機器 因為你開了很多台機器 你可能就要維護一個列表 來讓你的Consumer可以收 那好處是什麼 因為CPU小號基本上都是由Consumer來做 因為是Consumer去拉它 它這邊基本上只用管 就是Network I.O 那這邊是去收它 所以這是好處 那市面上基本上比較少這種SFTP 那其實 通常可能是 Maybe公司自己實作 或是 就是 找 就我剛剛舉的例子 是Promichus 可是他Promichus的部分 他也是MATRIK為主 他不會處理LOG的部分 他處理LOG的部分 其實還是回到 剛剛上一個部分 就是Promichus 的那個 解決方法可能會類似 裝一個AGENT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好 那講一下就是 基本上 市面上的Solution 就可以聊一下 我們假設的需求 假設需求的話 我們假設一天 一TB的LOG 然後資料保留30天 然後事情指標大概 100個以上 然後因為我們公司的 伺服器主要都是在AW上 所以基本上我們假設伺服器都會在AW上 OK 那我們最後通常 在 報給主管 就我們比較這些Solution完之後 我們報給主管之後 我們通常會整理一個 標格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標格 好 OK 那就是解決方案 那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成本的部分 成本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有各種解決方案 有設備出來 像是我們 舉第一個解決方案是 就是CloudWatch加CloudWatch log 其實就是最 無腦解法 反正我就 把所有的LOG都收集到CloudWatch log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成本非常高 大概 每個月它每GB是 0.79 那其實是裡面成本最高的 那當然來講它 微運的成本就相當低 因為我們的 解決方案就很單一 我們就只能把它送到一個地方 就好 我們不需要再管其他Solution OK 那第五個解決方案是 我們後來有 搜尋出來就是 CloudWatch加CloudWatch log加 Conless加S3 聽起來很複雜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人力 的時間就花了比較久 可是基本上每個月的費用就相比起來 大概降了大概 2分之1左右 然後每個月的成本也相當量比較低 那這邊的估算都是按照 就是這邊的需求 剛提到的 1天1TB的LOG 然後是 資料保留30天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可以參考一下 那當然後面還有GCP跟Azure Monitoring 可以看到GCP 它的成本表現也還不錯 只是因為 我們的服務都在AWS上 所以我們要傳輸的話 其實從 AWS傳到GCP 是需要有 Network out 所以其實我們還要再考量這個成本 所以它成本就會再墊高一點 所以它其實相對來比較中間的Solution 那可以看到Azure Monitoring Azure Monitoring它其實 相對的來講 比較貴一點 簡單 每GB是1.19塊 所以其實成本可以看到是裡面最高的 然後可以最後看到這個 部分是Azure Azure 它的成本其實看起來還好 可是我們 相對來講沒有那麼prefer的原因 是因為Azure 其實我們 還是要微運它 因為Azure 就算你使用代管服務 你的LOG量很大的時候 其實你的Azure的Cluster 你可能需要做Scaling 或是你要注意它的CPU使用狀況 你不太可能投入太多的成本 去微運它 所以這邊我的微運的時間 算是最多 它雖然是代管服務 可是你還是需要做一個維護的動作 大概整個狀況是這樣子 OK OK 好 那我們的practice是什麼 我們最後可能 會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practice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的LOG總類 第一個會先區分 我們是不是需要警示 需要警示的話 我們就會送到Clouch log 那不需要的話 其實我們就送到Azure 那LOG的格式 我們會建議用 J3-Line加G-Lip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溝通成本相關的欄比較低 你不用再轉換一個特別的格式 你如果轉換一個特別的格式 當你要 真的打開那個檔案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 有人打開 有人打不開 可是J3-Line加G-Lip 基本上任何工程師 任何一台筆電 通常現在欄能打開 再來是生命週期的部分 生命週期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按照 公司規範 我們只要 把Clouch log 跟Azure Lifecycle設定好 或是 Retention Time設定好就好了 好 那再來怎麼送出呢 我們基本上會建議幾個方向 就如果是K8s 其實我們會建議用Front Bit 因為我們自己實測的時候 我們在FrontD遇到蠻多問題 像是他可能會造成 Azure費用的暴增 或是他的效能可能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我們在K8s上會建議Front Bit 然後BM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建議用Clouch Agent 或是Connected Agent 那LOG要存在哪 我們基本上就分成兩塊 要檢視Clouch log 不用檢視就放在Azure 那LOG怎麼存 基本上Clouch log 基本上你不用特別管它是怎麼存 你就直接放進去 然後Azure的話 基本上會建議按照日期來存取 因為最後要使用 BigData的Tool 分析的話 基本上你用 日期的拆分 你可以按照Protection 找到對應的日期 相容量相容會比較好 好那LOG怎麼分析 就是我剛剛提到 基本上 Clouch log的話 就用Clouch log inside 那Azure的話就用Azure來做 OK 那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Decision Tree來看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 需要警示指標 你就走Clouch log 你如果不需要 其實你就走這個Solution 就是你放到Azure跟Azure 就我們簡單的架構 大概會 最後會是長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Easy2 就是我們的機器 然後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送到Clouch log 那因為我們是需要警示 然後還有LOG 然後開發人員 或是 維運人員 或是甚至是商業人員 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兩邊 來做分析 或是做搞解 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是走 那你就會再送到Azure的部分 然後最後你Azure就可以做察覺 那你的人員 你可以從Azure做察覺 大概整個架構 會是長這樣 OK 所以那最後我們的結果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的 實測 基本上Clouch log跟Azure 都有在短時間內搜尋 也能搜尋到ETB以上的數據 然後再來是 Clouch log全線的部分 跟Azure 就像他 在Azure的IM上面 都有做過 蠻好的裁分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可以根據 特定人員 你是哪個組織 哪個部門 然後你可以搜尋到 哪個Clouch log Azure裡面的 Azure的權限 他都可以限制的蠻細緻的 所以基本上都符合我們的條件 然後在成本的部分 就是剛剛看到的 解決方案 就是他的成本其實是蠻不錯的 就是 以每GP來講 就是只用0.35美金左右 這大概是我們最後 設備的結果 OK 再繼續講一下結果 我們過去的話 我們其實 遇到重要的是 我們沒辦法 NC 服務期間的流量 那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快速分析 TB級的數據 然後我們可以 針對異常流量 就是做一些 後續的動作 那像是前效的部分 我們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可以快速定位問題 然後修正架構 然後修正架構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我們在 雙11之前 其實 有做蠻多準備的 可是我們發覺 有一些異常的流量 就服務間的程序 那我們實際上 就是在我們分析之後 我們再做一些改變 就流量大家下降了 約40% 就是在我們服務間的部分 那可以看一下過去的狀況 是怎樣 過去狀況 我們的架構 我簡單來講 就是手機端跟 就是 就是一般我們電腦端 然後我們其實公司有好幾個 Endpoint 那我們的流量可以看到 非常複雜 然後後面有 服務A服務B服務C服務D 就是各種服務 那流量圖 其實非常複雜 那 可想而知 就是他的ROP量也非常大 所以我們沒辦法從頭的分析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 這一段的流量 這一段的流量 其實少加了一個CDN 就後來我們就注意到 根據我們的分析 所以我們後來加上一個CDN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我們 找出問題之後 我們加上一個CDN 我們的流量就大概下降了40% 而不是直接存取到我們後端的服務 大概我們做的改動是這樣子 OK 好 那最後總結一下 那總結一下第1點就是 方向評估的話建議按照這個方向來分析 因為基本上 現在我們不太會自己架一個LOG的 就是分析的 就字件 那我們通常會找雲端Solution 雲端Solution通常要看這幾個東西 就是警示 然後指標 還有 警示指標 還有即時性 分析跟搜尋 這些東西是通常是以功能面的話要來看 然後再來還有組織預算跟技術組合 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比較偏政治面或是 就是組織內怎麼寫好的部分 建議按照公司的規模 然後用量化指標來選擇適合的LOG系統 像是剛剛我提到 你可能有些效能要求 或者有些成本要求 需要事先列出來可能一個標格 然後大家來比較 就一個相對來比較公平的標準 雖然沒有辦法到100%正確 可至少有一個參考價值 然後評估基本上有極限 因為 我會說沒有到百分百種 因為其實市面上非常多Solution 像 maybe有 Nurelic 然後可能有DataDog 各種Solution 可是評估通常有極限啦 不太可能說我分析每個 就是平台 我們測完可能公司 就已經 公司就已經不知道run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基本上建議評估大概三套組 不太可能說 無限上班的評估 然後再來是最重要的 就是成本 成本永遠是老闆最重要的考量 就基本上在評估任何方案 就是先算出成本 先算出成本 這樣才能讓管理階層做決定 好OK 那我今天的 演講就到這邊 好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